近日租住在台州路桥区新桥镇寒家村的谢女士给新桥派出所送去了一面景旗 感谢民警帮她找回被当成废品卖掉的两万三千块钱现金 谢女士来自四川在台州路桥新桥镇打工 前两天谢女士借了两万七千块钱给朋友 朋友还钱后谢女士花了四千块钱 因为一直没时间去银行存钱就将剩下的钱藏在旧书堆里 没想到旧书被丈夫当废品卖了 谢女士到我们派出所求助说这个钱放在家里这个废数里面 被她丈夫呢不知道就卖当废品卖掉了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发现废品收贵员拉着一车废品消失在了新桥镇长阳村一带 随后民警实地走访了五个村 三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收走谢女士旧书的废品收购店 因为她是收废品的 因为她走的路比较多嘛 就走家穿户的那种 然后就是追踪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好几次就差点就断掉了 因为她走到小路里面 所幸谢女士家的那袋旧书还在电动三轮车上 民警立即通知谢女士前来认领 谢女士一下子翻出了旧书堆里的一只黑色塑料袋 里面放着一叠人民币 经过清点正好是两万三千块钱 看着失而复得的现金 谢女士连连向民警表示感谢